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威力奇幻影 大家好 我是起货威力哥 陈威力 今天的一个行情 可能 还是一如预期 还是会在一个区间内去做一个震荡 就算有机会去突破近期的一个区间的一个相对高 恐怕这个涨幅也是会比较受限 或者是说 他可能过了这个近期的这一个区间的高点之后 可能还是会出现调节的一个现象 把这个指数去做一个压回的动作 我想威力哥先从 整个国际市场的局势来跟大家讲 今天大家都看到这个川普在电视新闻上 一大早你就看到他在 骂他的这一个 这个工位部门的这个这个这个首长 意思就是说他原本的打算 这个一月份的时候 就准备要对这个中国出入境的部分做管制 结果 这个他的官员就说这个不用不用 然后导致疫情的蔓延 这看起来其实就是川普在推卸他的一个政治的责任 因为十一月份 十一月三号美国就要进行总统大选 那现在疫情 美国状况其实现在看起来还是很严重 虽然呢 他们一直在 讲说这个最坏的情况出来 最坏的情况出来 那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最坏的情况出来 其实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我想我们现在看现在的中国武汉 昨天新闻就出来 他们已经复工了 解除封城了 结果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新增确诊的病例数又再次的冒出来 这表示什么呢 其实整个中国疫情 目前现在并没有真正如他们所预期的这么乐观 没有说你控制住了 那你控制住是因为你在封锁的一个情况之下控制住了 你一旦一解禁 一解禁 这个病毒还是存活在生活的周遭 而且他 无息啦 你总不可能每天叫大家戴着一个 上千倍的显微镜在那边看自己生活周遭 有没有病毒有没有细菌 是不可能的 所以啊 在这个 各国的政客都在告诉你说 那这个最坏的情况过去 最坏的情况过去 其实他是在做一个动作 就是让市场的这个恐慌的氛围能够降下来 但是他不是在告诉你 你应该要去乐观 你应该要去买股票 你应该要赶快去大买特买 没有错 现在也许没有很悲观的理由 但是你也没有很乐观的理由去看好这个市场 为什么美国会急着想复工 我想刚刚第一点我也可以跟大家提到 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 距离选举这么近碰上这么大的一个全世界人类的一个灾难 政治人物都会担心去影响到他的民调 影响到他的选票 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去把一些看起来很严重的数字 用一些表达方式的把它给平滑 比如说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财报座要到了 政治人物或者是这些华尔街分析师他可以怎么做 一旦上头呢 这些这个政客们要求华尔街说 你要想办法把这个财报衰退的数字把它处理好 怎么处理 不是做假账 而是说呢 比如说 我预估这个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某一大企业 他营收呢可能 尤其是像这个旅游啊 航空这一类的 他可能要营收衰退的百分之五十 获利呢衰退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预料中的 这个实际预估出来的一个状况 可是他们对外面的财经媒体他会怎么讲 预估营收会衰退 这个六十趴获利呢会衰退三十趴 他会把他所预估的数字啊把它放大 当实际的数字呢出来的时候 其实只有衰退呢可能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 可能四十六 四十七 那这个获利的部分呢可能衰退二十三二十四 那这样市场呢他就会去做一个解读 叫做这个财报 虽然衰退但是仍然优于市场分析师预期 这时候他就会去用偏多来做一个解读 很妙啊很妙 这是华尔街常见的一个伎俩 那我问一哥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跟大家提这个 因为从明天开始就是进入到 啊美国所谓的啊这个超级财报中 那像这个这个明天开始就有一家这个国外的啊这个重要的半导体大厂要发布财报 礼拜四呢是台积电的法说跟他们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公布 所以呢真正的一个行情的关键可能会落在明天跟后天 这是这礼拜的重头戏 今天的部分呢 啊美国的部分呢最主要是啊这个机同业的部分啊 那机同业的部分呢最主要是这个美国摩根大通跟这个复国银行的部分啊 摩根大通呢他有一大部分的业务还是在放贷品质上面啊 企业的这个放贷上面 所以啊今天呢大家会去关注在这两个部分 可是今天一大早摩根大通呢我们看到的消息是 他已经调高了这个这个借贷的这一个审额的这个门槛啊 啊也简单讲就是我们啊台湾人常讲的啊 啊银行喜欢雨天收散啊 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摩根大通现在在做的事情啊 啊那斯尔纷纷在猜测一定是怎么样呢 这些银行一定是看到他现有的这些啊已经放贷出去的这些啊 啊这些这个这个啊这个这个借贷啊 啊品质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啊也许是违约率正在上升 所以他们已经在做什么啊在做这一个自保的动作啊 啊银行体系呢当他开始出现啊他的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一定要先救他自己啊因为他很清楚啊他如果不赶快救自己的话 后面引发的灾难啊恐怕会像这个啊这个2007年的2008年的金融海啸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啊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啊 这些政客们他们一直在想说要急着要赶快要开工想要在最迈想要在五月份开工 所以你要去想政府纾困洒那么多钱那个钱从哪里来 一定是从国库搬出来国库会不会有搬空的时候会啊 事实上美国国库本来就很空虚 他现在所有大部分的支出啊尤其是川普上任以来 他到处去干预这个各国的一个政治啊他的一个军费是增加的 他的军费是增加的 那再加上呢 再加上这个这个中美贸易战 实际上呢看起来好像他得到一些成就 事实上对他美国政府的实质的一个中体税收有没有帮助 没有因为他在上任的时候他就已经大幅度的减税 所以他入不敷出 再加上现在发生疫情这样的状况 撒了更多更多的钞票 国库更加空虚 现在呢 你看到美国政府都没有人敢讲政府的举债上限 你只看到他他们在考量什么 还要发五十年级债券 还有更夸张的要发一百年的债券 那你美国就要去祈祷你后面五十年一百年 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不会有类似SARS这一类的疾病再一次的发生 五十年一百年有多漫长 美国几乎是等同快要破产啊 所以你必须他必须要赶快怎么样 赶快开工 因为开工啊 企业他必须强迫这些企业 他在向谁学习 向中国学习啊 你有开业你就有机会有营收啊 你有营收缴税机我才能跟你克税 虽然我对你束固 但是你该缴税你还是要缴给我 我要想办法呢 让你的事业潮怎么样 想办法撑过这个缴税机 想办法撑过这个选举完 这样我国库才不会怎么样 空掉 政府才不会破产 到最后政府啊你仔细看 你现在急着开工 你开工之后如果疫情蔓延 政府呢他必须做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他必须做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事情 就像现在这个有些欧洲国家一样 封锁 然后呢他跟这些老人家讲 尤其是那些独居老 你就不用出门啊 不要浪费社会的这个医疗资源 让年轻人去看诊 让有有这个财务能力的人去看诊 为什么 因为你在那么贵 看病 在欧洲国家美国 这些国家看病是非常贵的 美国家那这些地方都一样 他们看病是非常贵的 你有这个能力生了重病 你还有能力去去医院看病 就表示你的财务状况不错 你的工作能力不错 你有不错的收入 你有不错的可能 你有一些这个医疗的保险之类的 或是你本身的工作收入是很好的 你是社会的一个精英阶层 那你来看病 这个社会医疗资源 就提供给这些人 那你这些独居的 这个贫穷限以下的这些独居老的 你就不用出来啦 反正呢你也差不多啦 那反正呢你在这个社会上也是怎么样 在浪费这个社会的福利资源 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就已经是这样 你像西班牙西班牙失业率15% 20%你说他能怎么样 而且是从 07-08年就 这个应该做成08年之后到欧债危机 这些欧洲国家就已经是这个状况了 他很难复原 而且这个状况如果再发生下去 全世界如果再这样发生 各位你要去想有一个地方很严重 欧洲 欧洲自从欧债危机以后 他元气一直没有回复 现在全世界都因为疫情 自己在自身难保 各国国家政府都在救自己 你要去想如果第二次欧债危机 再次发生 IMF有没有办法就这么庞大的一个 疫情的灾区 不是只有欧洲啊 还有美国啊 搞不好美国也要向IMF借款 周转啊 所以变成这个事情 大家政府必须做一个很 很残忍的一个决定 不管疫情怎么样 到处他只能做一个事情 掩盖真实的数字 就是强迫开工 就很像现在的中国一样 现在中国是灯开着 里面只有一个人留守 怕东西被偷啊 那这个叫开工 事实上那大部分的人 都已经怎么样 没有上班啊 也许是在家工作 有些也许是在家工作 有些是怎样 是被裁员 因为他们的官方规定是什么 你就是要给我开工 你不能不开工 那你开工 有营收吗 没有啊 你只是灯开着里面 一个人在那边守着卫文字而已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魏哥必须一再再提醒大家 因为封城封锁 包括很多媒体 他也不见得能够拿到真相 必须靠灾区的这些灾民啊 这些这个 这个疫区的这些 这些人民怎么样 把这个影像啊传出来 但是所以你去看中国 他就会去封锁他的媒体 但是各国政府的 在这一个疫情啊 还持续蔓延的状况之下 你做越多的动作 他做越多的什么 很积极的一些什么 救世的动作啊 告诉你说 我们要啊 状况变好了 我们要赶快来开工啊 可是你又看着其他地方 又有新疆病例术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面要有一个想法 这些政府他 已经走到了不得不做出一个 二则一的一个地步了 要嘛让政府破产 整个国家经济垮台 要嘛强迫你开工 该死你就死啊 没办法啊 啊不会死了 你有抗亭啊 就是这样 就变成是什么呢 大家就变成要强迫去接受 疾病在这个国家蔓延 但是我不管你就是要给我开工 你不开工 国家就要出问题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有一个今天跟大家提这个部分是 看到这个新闻 看到这些政客的这些 这种 这种为了自己的这一个 选票自己的利益 一再一再的 也许是荒 也许真的是 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政党 或者是说这一个选票的利益 所做出来的一些决策 有点太过粗糙 那这些政策方序都会衍生 很可能都衍生一连串的一个灾难 所以威哥币也必须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 在这个节骨眼 大家都会偏好在持有现金持有流动性 所以你在做任何的交易 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一个金融商品的投资 你一定要把你的资金控制 你不要到时候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着落 好 那紧接着我们要来 看回到整个市场的一个 技术面的部分 包括这个整个筹码 全职股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安基金 这个财政部他们在结束了这个会议之后 你可以看到第二批的整个官资又再次的一个进场 各位你去看这整个全职股 雨露均沾 这种通常都是什么 通常都是这个整个官资进场的一个表现 因为他已经发觉说前一批的这个护盘从雨露均沾开始 各大类股买一些买一些买一些 买到只买全职股 他发现全职股还是会有一些法人在结算的时候做一个操控 所以他要怎么样 开始雨露均沾的让去营造那个 这个买气回容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现象给大家看 虽然这个从旁边看起来 还是有官资的色彩在里面怎么样再做一个营造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开始怎么样 也警觉到这个事情好像短期之内不会结束 所以其实他的一个买盘的动作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样的积极 所以你看开盘这个时间点这个量 其实预估可能会比前两个交易日高一些些 但是可能也不会多多少 预期可能还是会低于怨君子 所以其实这个量还是相对的比较弱 那这种弱 他这种量的批弱 其实他很常出现在反弹格局 反弹到一个形态关卡区 常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现在这个量价的关系 其实他也在反映什么 第一市场的买细弱 观望的氛围比较重 那第二呢靠近形态关卡大家心态也比较谨慎 那期货市场也是一样 那期货市场呢要留意的是 指标谈到这个整个指数谈到这边 也反弹差不多有25克神左右 所以很多指标都已经年代高涨 他其实也是在告诉你说 反弹到这边啊 严格讲起来 你应该要让这个指数啊稍微做一个休息 偏偏就是在这个节股业 我们的这个政府基金啊 又再来市的市场去做一个干预 那这样就会造成什么 他本来应该走的一个循环 你破坏了他 你干预了他 这边变成操作难度 困难度会变高 那对一些喜欢啊 看着指标操作的这一些 投资人这些大户中实户 他干脆讲 我干脆不玩了 你政府这么喜欢呢 在这种状况下呢 去插手 根本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个风险 你为什么在这个节股业 一直去护他 一直去干预他呢 当然他就会怎么样 加重这个市场大户呢 这个退场的一个情况 那市场的一个量呢 相对就会比较萎缩 也会造成短线呢 相对来说会比较震荡 为什么 因为他先前套住的拉上来 靠近他的套牢区 他就会怎么样去做解套的动作 那短线上呢 当然啊 因为是区间的一个整理盘 那区间整理盘他比较适合什么 突破 他比较适合突破 但是威力哥必须先跟大家讲 突破他必须搭配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一定要有题材跟量 否则呢 他如果是往上突破 刚刚已经有讲 他有一个形态的关卡在上面 突破之后呢 你只能做一个比较短线的操作 因为突破之后他可能会被 套牢区的这个现货市场的一个套牢区的这些 先前套牢的人 他会做一个调解 那指数就很可能被压毁 反当式呢 往下 往下如果被往下灌破 他灌破了前面几天的这个震荡的整理区 那因为刚好上面也有形态的一个关卡 然后他又反弹了二十几% 他很可能会暂时的往下 往下去做这个这个这个 形态关卡的一个测试 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技术面上呢 那下方有月线 也许他可能会往前一波的这个反弹的相对高 或者是到月线那附近去怎么样 去做一个试探也是有可能的 好那节目最后呢 那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啦 你在操作上呢 还是要节制一下你的这个风险的一个控制 以及资金投入的比率 那如果你觉得这边期货市场不是很好做呢 其实你也可以用少量的资金 参考一下这个像选择权这些商品 挑一个适当的一个组合的模式呢 去做一个因应 相对来说其实他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 这个行情的变化 相对来说比较大 保证金呢 从这个我记得印象中前年才7万多 那到现在将近15万 这个表示交易所在告诉你 这个商品的一个波动风险变大 而且很可能double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做好你的资金控管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你要 善用这个工具啊 不论是奇货公司的网路下单啊 或者是说像威力哥的城市交易一样 这样你才能够有效的快速的去控制你的损失 纪律化的控制损失 那趋势发动的时候去追逐这个趋势 并且善用像动态停力这样的机制 这样呢你长期下来呢 比较有机会在市场上累积获利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